香港鎮會大學尚智會呈現 復興新生系列細說論語 周教授 為何你會研究論語 以及你怎樣看論語這一類傳統典籍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宋朝的169宣曾經說過 就是陸經帶我駐腳 它的真正意思就是 陸經不是一些高高在上 比我們崇拜的一些古代典籍 它所說的東西 其實全部都是我們內心裏面 根本就言具有的東西 它只不過是將它說出來 所謂駐腳就是 將我們已經有的東西 將它調裂出來 微細化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孔子經常在論語裏面提到人 周教授 其實你怎樣去解讀這個人 人究竟是什麼 用現代的說話來說 其實就是同理心 同理心就是對別人的苦樂 有一種出自內心的 自然而言的關切 孟子有一個例子說得很好 我們看到一個小孩子 快要跌入個井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嚇一跳 其實那個小孩子的死活 跟我們其實一點利害關係都沒有 但我們自然而言不想一個小孩子受到傷害 這些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自然的關切 整個瑜伽的思想 它的道德論尾 都是由這個同理心的出發 是的 我也覺得是的 測引之心 人皆有智 其實人就是人的本性 如果失去了人 人生就沒有意義了 記得訂閱 點讚 和Share 超藝理想頻道 第一位 有個均勞的 天然 現在 是 有個均勞的 地點 有個均勞的 人也會 當日 佛 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